近日一段金吴太极传人严芳与徒弟推手过招的视频在网上引发热议 视频中几名徒弟只被师父轻轻一碰一推便在大声喊叫中又蹦又跳 或就地翻滚 有的徒弟甚至还未进身便被掀翻在地 不少网友大呼太假拍砖 也有不少网友表示不懂太极不要妄加评论 当时那个情况就是真实的反应 还有那种表演的成分 第一没有表演的成分 这是第一 第二呢 但是有一样的就是说我们很放松的弟子和弟子们在推手呢 就是在试这里容劲 因为他们是学者 并不是和我在这儿较劲的 就是说我看我有劲还是有劲 那他一切不是没力气的 那么他们都在跟我学怎样把人走出去的 严芳介绍视频中那些徒弟蹦跳或就地打滚 其实是在画劲 他是画劲 他不画他不跳 他就栽倒 他就摔 为什么新学的多部分爱摔 是因为他才没有化解的这个能力 至于隔空打人 严芳师徒给予了这样的解释 他打滚他的直觉是什么 他的直觉感觉是什么 他突然空了 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压力 就是他们自己说是吧 当时打滚我感觉有种气体 这些直接有 就不可抗拒的气体就过来了 因为他到一种那种程度 他有一种有一些比如说内气 打墙里有内气 自然有种感应 所以打滚他自然打得起 自然有机体 你不跳不行 这个忙活跳 不跳的你就憋得好 自然就把你打飞了 就跟你说 突然之间受了惊吓 他也是一样的 你受了气压了 他自然会叫 他自然还会 倒是挺舒服 在给记者交流过程中 出现了这样的一幕 严芳师傅 讲他在某地湖边的一个托举动作 使得周边趴下好几个徒弟时 动手给记者比划了一下 他旁边的徒弟刘海龙 随即便到屋外吐了起来 可能估计到徒弟 因为自己的不经意发工受了伤 严芳随即叫人把徒弟叫进来打气 谈到被无意打中时 刘海龙这样描述他当时的感觉 不用记动的启动了一功 我用那期一生 当时你感觉 因为我也有点时间 我就感应到师傅说的气了 他一说这种气是对于我们来说是受不了的 把我打住了 打住了 刚才我憋了半天 我就没动 我就光了在后边转 后来我实在不行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 你出去吐吐吧 我出去吐了半天也不行 后来师傅把我叫回去了 师傅的这个气你不打出来 你根本就吐了出来的 他师傅又过来啪一打我 我那气一脚 那气就放下来了 面对神奇的太极神功 采访记者纷纷要求世事被打的感觉 然而严芳介绍 对于没有练过太极的人 是不会打出又蹦又跳的效果的 当时就在那儿看 就刚才在那儿看了十来天 就观察到倒是真的假的 是吧 一开始啊 咱们在那儿也是看到这样的情况 咱也以为是假的 咱们不得不得是真的假的 是吧 就是一种怀疑心 后来呢 就有朋友说 你学吧 肯定是真的 后来我就 体面关系特别好 因为他也练的东西 后来我就学了 一学到一种程度 是不是到一种程度 是不是才给你打扫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